菲利普亲王温馨家庭照 出席无数次活动 几十年如一日 菲利普亲王的目光依旧 现在来一组菲利普亲王温馨家庭照 张张经典 保证一半是你没有见过的 女王夫妇的结婚照 1947年11月20日 伊丽莎白二世与希腊的菲利普亲王结婚 菲利普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三代表哥 两人均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玄孙 菲利普在结婚前宣誓放弃希腊王位的继承权 在获得爱丁堡公爵这个头衔之前 他没有头衔 就叫做菲利普蒙巴顿中尉 他对女王无疑是真爱 查尔斯王子出生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在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王位继承人之后 在刚刚登基的时候 完全顾不上孩子 但他依旧会挤出时间陪伴的查尔斯王 此身边 徒为英国女王抱着蒙娃安妮公主 被玛丽王后 伊丽莎白王太后光怀着的查尔斯王子 菲利普亲王则站在一旁微笑 画面极具温馨感 嫁给英国王室的菲利普亲王 他一生中唯一的工作就是全心全意支持妻子伊丽莎白二世 也算是活在女王阴影下的王的男人 他也曾抱怨过 我是全英国唯一孩子不跟自己性的男人 徒为菲利普亲王抱着蒙娃查尔斯王子 与英国女王女儿安妮公主的温馨照 1956年皇家温莎马战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向查尔斯王子解释超越障碍赛的规则 安妮公主则坐在一旁 画面温馨有爱 查尔斯王子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长子 是英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王处 他年轻时的容貌颇为清秀 这般纯净的笑容极为少见 英国王室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之一 他们有着诸多的连眼规定 其中有一条最为的奇葩 极白金汉公的客人 不可以在英国女王之前上床就请 据报道 女王一般在十一点钟左右就请 这意味着 客人不可以在十一点钟之前上床 对于那些早睡的人 可谓是一种煎熬 菲利普亲王年轻时 拉高了英国王室的颜值担当 他与妻子伊丽莎白二世婚后 遇有三儿一女 分别是查尔斯王子 安妮公主 安德鲁王子 爱德华王子 而女们的颜值 并没有女王夫妇那般高 亦气质出众 可见 王室基因的强大性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